如梦终于火了 你最近也在疯狂单曲循环这首歌吗 2021年12月独立音乐人石言 作词作曲演唱的如梦 终于在2024年2月 如同一颗子弹 郑重无数人的眉心 在凌晨的夜里 与我们的灵魂共振炉内高潮 他描绘了上个世纪的东北农村 妻子离家出走的好几年 父亲麻将馆里咬着烟 窗外浓烟滚滚的厂房边 写实的歌词摇滚的曲风 初听是会爱是压抑 再听是呐喊是释放 如梦二字一出 瞬间鸡皮歌的一声 颤抖的四喊声 喷勃出了一种对事实无常的迷茫 愤懑和无奈 听觉和视觉的空感建立了 原来电影《Hello 树先生》里的 树先生是你也是我 没有小众的音乐 只有池来的听众 此刻艺术的魅力达到了顶峰 正如石言自己描绘创作思路时所说 音乐为每个平凡灵魂发声 希望我们都能够越来越好 听歌也是找自己 梦原本是一种容器 如梦就会有裂痕 有出口就会有光照进来 愿所有困住你的 终将为你的幸福 铺出光明花露